一职致力于关怀职场弱势劳工、移工、渔工以及原住民的新式社会服务中心 4月17日在台北古庭耶稣圣心堂举行成立50周年感恩茶会及感恩弥撒 感恩记由耶稣会中华省省所莫朗神父主理都为神父共祭 新式社会服务中心主任委员徐森义神父在弥撒讲道中 除了向大家介绍新式社福成立的源起之外 更语带哽咽地诉说这50年来新式社福 为了维护社会弱势者基本生活与工作权益走上街头 甚至受到许多不公不义强权微迫与恫吓的辛酸血泪 依然能成长至今实属不易 一切都是天主慈悲的恩佑与社会正义善心人士的权利支持 辛式的名称是为了纪念教宗梁十三世于1891年 为关怀劳工所颁布的社会教导文件 辛式通誉 这份通誉在当时为了改善工人阶级不公平的 被苦难与不幸所压迫着的问题 80年后这项号召成为耶稣会古上节神父 为了保护社会弱势劳工于1971年成立辛式社福的前身 劳工关系研究室的精神与宗旨 之后还增加了在劳工法律上外籍劳工 劳工持栽的服务 1996年正式更名为新式社会服务中心 服务更阔籍原住民外籍渔工等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随后在感恩茶会上 这几十年与新式社福生死与共的好友们致辞祝福 和回顾新式这50年来的点滴 还有辅大宗言所武师预览发表 新式社会服务中心 新式通誉与在台移工的桥梁的学术论文 圣多福天主堂菲律宾教友组成的圣用团 为感谢新式对移工的付出特别带来感谢之歌 新式社会服务中心目前服务的对象共有四大类 移工服务 外籍渔工服务 职栽老公服务 以及原住民部落服务 主动原住民青少年有高三的罗同学 大三的文同学 分享在国中叛逆期 由于新式志工的课后陪伴 后来在人生路上不至于走偏 关于我就是国三毕业之后我就上高中 因为我在那边上课我知道很多 就是他们都是国中来而已 高中几乎就不太来了 但是我毕业之后我就想着 我想回来帮忙 我有跟阿姨讲 她也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 我国中站在那边得到很多东西 而且如果我没有在那边上歌的话 我可能现在我也不会站在这里 就可能已经走偏了什么的 然后我就会回来想帮忙 就是也是看学历妹 我也希望他们就拿我当目标 就跟就希望他们上高中以后 跟我一样就愿意回来帮忙阿姨 云同学组成的舞团表演 用精湛的舞技 答谢陪伴他们成长的 新式社会服务中心和恩人 曾经遭到非法雇佣人身伤害的 菲律宾移工 Miss Lauders 她也分享透过新式的协助 找到很好的雇主 雇主吴先生也满意她的工作表现 感谢新式在职聘移工 与沟通上的帮忙 越南移工碧莉林 也分享了在新式办理的中文学习班 获得很大的进步 新式同时透过影片 让大家了解外籍渔工 在台湾工作所面临的高风险环境 与脆弱的处境 如何为台湾渔业辛苦的付出 而印尼移工 则带来一段印尼传统舞蹈 甘丹舞 庆祝新式社福 生日快乐 新式五十年 使命传递历经古尚节神父团队 维维修女团队 直至现今第三任钟嘉玲主任团队 钟嘉玲主任在分享中感谢所有支持 和关注新式的恩人伙伴 并且表示在未来的日子里 将继续以耶稣会的精神 回应时代的需要 承喜古神父和微微修女 及所有劳全运动者们的蜂拥之志 朝向促进一个资源 可以共享的共好社会而努力 把这份爱再传给需要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